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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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的这个环节呢是在炸花椒油 把这花椒油炸好了之后呢 直接给它泼在这个辣椒里边 它有一个想象叫做双椒油 一边是新鲜的小青辣椒 对 一边是花椒 炒到这会儿我们看看锅里边的随着 这个花椒是在变颜色 我们不等它到纯黑以后再关火 这个位置一定要关火 为什么纯黑以后再关火 那这油温继续加热 这油就苦了 我们直接把它倒在这漏勺里 好 好 这个时候热油啊 渗过去以后 直接浇在那个小青辣椒上 嗯 提前关火的好处在哪 这会儿花椒刚刚好 哦 我们把它给去掉 一没有糊哈 又彻底变香了 对 做的这个小汁是用来 是用来调我们今天这个番茄橘酥面的 这个主要的味道的汁 嗯 现在这个丸里边呢是 泼过花椒油的辣椒 嗯 我们呢取一倍的这个新鲜的番茄汁 新鲜的番茄汁 用番茄打成的汁 到这会儿呢 我们来看更直观一些 哦 0.5倍的沙丝 什么都0.5倍 跟番茄汁的0.5倍 嗯 那我们这么倒着看啊 嗯 番茄汁倒入100克的这个番茄汁 嗯 然后呢放沙丝50克 为什么有了鲜番茄汁了 我们还要放沙丝呢 我们要的就是它这种味道 鲜番茄汁的鲜味 沙丝口感 嗯 有点微甜的感觉 还有一个那个红色家族 它是什么呀 是一碗辣酱 这个辣酱选择的辣酱 尤其是咱们中餐调料里面 嗯 辣酱有很多 太多了 对我们在选择这个辣酱的时候呢 让它呢有一点点小个性 有一点点的偏微甜的感觉 类似于甜辣酱 嗯 好我们把这个辣酱呢 跟那个沙丝的比例呢 是一样的 加入 之所以选那种偏甜口味的辣酱 为了配合咱们这个番茄口味 酸 为了配它的酸 对 上述所有调料 搁在一起搅拌 到这会儿呢 加入酱油 酱油的量是沙丝跟那个辣酱的量的一半 少一点 这能理解了吧 嗯 这个少一点 到这会儿我们要求这碗汁呢 它是黑红色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酱油起到作用了 它跟面条拌在一起之后呢 也会颜色深一些 嗯 而且里边会有酱油的味道 哦 这个没想到 还要加一点酱油 对 到这会儿呢 我们就是加入这个 唯一的这个调味品 嗯 洋葱 洋葱 这洋葱呢 是跟那个沙丝的量是一样的 嗯 好 把它搅在一起 只剩下一道主要的调味了 就是盐 盐呢 号称是百味之首 嗯 所以说所有的滋味呢 一定要是以盐为主 嗯 因为待会儿整个这碗汁是用来 呃 做 拌面条的 拌面条 所以它偏咸一点也没关系的 对 所以我们用盐量的是很大的 这会儿呢 我们锅二次上火 然后倒入水 因为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方式啊 成熟方式是复式的成熟方式 复式的 它有一个什么感觉 嗯 就是净烤先烤的感觉 那您的意思不就是说 煮面条不能煮的太熟吗 嗯 不能煮的太烂吗 对 真是聪明了 呃 那个锅上火烧开之后 嗯 下入面条 嗯 开一开即捞起 这个你听懂了 你听懂了 水开了以后我把面条放下去 放下去以后再刚开一开的时候 我就赶紧先关火 然后往外捞 哈哈 是这样吗 差不多时间煮成一分钟点 好 我这个捞出来的过程要快 我懂了 不能让它在热水里待的时间太久 嗯 嗯 呃 选出来看着这面锅 嗯 我呢现在把咱们一会儿要提酥面的这个 呃 开始节目时候咱们就说过是传统的酥皮 这个东西呢给大家给交代一下 对 酥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对 那这会儿您看我碗里边呢 有一个呃 一碗黄色的 啊 我刚才以为还是鸡蛋呢 它上面弯着的这层吧 它是油 是烧热的油 把面粉给拖成这种颜色 也就是什么呀 我这碗里边 放这么多的面粉 用热油炸一下 这个 这个叫做油酥 就是等于现在的面粉已经是被热油烫熟了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 它这个油酥是干嘛是的 是基本上我们要拿它那个 做这个酥皮起酥的 嗯 好这个在咱们传统面纸里边 像37个油酥烧饼 嗯 还有那个南方的这个黄条烧饼 都离不开这个油酥 嗯 还有咱们这个酥皮点心 那个呢 这个盆里边呢 啊 就是我和好的这个油酥的这个皮 它就是一斤面粉 一两个油 然后在搁上是四两个水 和上一个这个酥皮 嗯 这个酥皮里面实际上已经带 包含里有油酥了 是您放进去了哈 对 要有油脂在里边了 好我这边水开了 那我先下面条了啊 行 好这会呢 我们把这个油酥面呢 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呢 给它沾一沾面粉 沾一沾面粉的作用是什么 防止它沾按板 沾手 我们到这会呢 把它两面布沾了之后 用手给它按成 边上略薄的这种片 嗯 用勺子或者是筷子 开始在碗里边放油酥 放油酥呢 它是有一个比例的 这个比例是多少 也就是说有两种 一种是五五酥 一半一半 一种是四六酥 这个的六 油酥是四 区别在哪里呢 皮的六酥的四 它的区别就是五五酥呢 油酥更大一点 更酥一点 吃起来更酥 对 但是今天我们来把它盖在面条上面 要求这酥度呢 不是特别的酥 我们就变成四六酥 如果今天是盖在面条上 酥度太酥了 是不是也就容易更 更容易破 呃 不容易就是塌掉 看它是口感更粘化 好开了 我在这里插一句 刚才鱼是不是说了 面条只要水一开 马上就要捞出来 不能让它煮过 因为待会还有一个局质的过程 呃 用普通话来说是什么 有点 就是 半生不熟 菊菊菊的那种感觉 是对的 应该是属成这样 嗯 好 烧开水下面条再一开 马上捞 对 看都有口诀 它只要求五成熟 嗯 好面条我拿走 面条现在不需要 比如说给它过凉水啊 或者什么都不用吧 不用不用不用 然后到这会呢 嗯 我们直接 因为它还没有完整成熟 嗯 我们直接把它散一散热气挑开了 让它粘连之后 嗯 把我们调到这碗汁倒入 哦 这个阶段调把这个碗汁倒进去啊 对 先倒了 倒一半一半 来我们这个番茄汁跟这个五成熟的面条搅拌 搅拌均匀之后 来取过我们要入烤箱的这个盘子 你看盘子里边已经垫好了略粗一些的圆埋菜丝 嗯 为什么要垫点菜丝 除了要增加蔬菜的这个营养之外 对 配点蔬菜 第二个目的就是什么呀 防止它扒这个盘子 因为我们要烤的 对 这个是面的东西哈 对 它烤一烤就容易 将放好的面条 直接放入盘子中 哎呀 这个时候看上去就很像是经典的意大利面 刚煮出来 意大利面的颜色 一粉 嗯 好 将它放入 嗯 来一小勺子 好 来一小勺子之后 将上边的这些洋葱 辣椒 对 还有一些小料 放一点 对给它放入 嗯 到这会儿呢 我们把这个啊 拌过汁的这个面条 放入盘子中 然后来一点点蒜片 嗯 给它撒在面条上 再增加一点烤蒜的香味 是不是这个去烤箱前的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嗯 还差一点 到这会儿呢 回到我的案子上面来 对 回到我的案子上来 嗯 来我们刚才开始说了这个酥皮面跟酥的这个比例是四六酥 嗯 给它把酥呢放在面的中间 顺着这一个方向将它包起 咦 包起就是将这个酥呢包在这个 这不是变成包子了吗 皮面的中间变成一个包子 将这包子呢再压扁变成馅饼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搬盖儿式 对 先是酥皮嘛 到这会儿我们要让它起层起酥 第一步做好了 用擀面棍将它擀开 嗯 擀开之后不用太薄 顺着这个方向将它卷起 我刚才吧 忙着煮面条 有一个细节我没听到 一会儿学不会赖我了是吧 我这不是赶紧请教吗 就是那个 您在这个和这个面团的时候 就已经加了油酥了对吧 对 等于然后拿这个有 已经含有油酥的面团 再跟油酥合着做成现在的这个 对 这就是一个中式很传统的这么一个酥 嗯 好 变成面粉 防止粘连 嗯 将我们卷起来的这个皮呢 给它擀开 擀开的面积大小 刚好能盖上我们这个面 对 将擀好的酥皮面片给它扣出来 盖盖 盖上酥皮盖之后呢 我们要给它那个为了让它表面颜色好看 嗯 刷一点点蛋液 鸡蛋打散 蛋清在这里边是增量的 蛋黄是灼色的 用刷子均匀的涂在表面 这会儿呢烤箱预热 烤箱给它打开 调到180度 预热 烤10分钟 所以我给它调到15分钟的位置 将门拉开 将盘子放入烤盘之上 好嘞 来 关门 我们的这个橘酥面就可以出锅了 我觉得我的蛋液沙的恰到好处于师傅 到这会儿我们看到成绩的时候 永远往往有些人要开始跟这儿说了 好事 你快往外拿吧 还着急啊 行嘞 这会儿呢 带上后手套 把我们举好的这个酥面 给它请出来 顺便再夸一下雪纯刷的鸡蛋 非常的均匀 我们刚取出来的这个面 这个酥皮 它呢是有一点点不酥 一定要让它晾一晾 过那么三五分钟之后 这个酥皮呢会更酥 我们现在呢是先把这个酥皮呢撬开一个角 好 哎呀你看很多酥 对 这个味道呢就开始 再撬开一点 不然他们看不见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底下我们的事 就开始出来了 番茄橘面 对吧 对 嗯 一会儿呢 番茄的味道 好香哦 也出来了 嗯 我们最早前期所做的这些工作 什么花椒油啊 这个太棒了 什么那个那个小杭椒啊 它的这个味道呢在这里就完全都释放了 今天我们这个橘酥面呢 就大功告成了 番茄橘酥面的制作方法是 第一 锅上火加油放花椒炸成花椒油 铺入绿色的辣椒圈中成为双椒油 然后依次倒入两倍番茄汁 一倍番茄沙丝 一倍辣酱 0.5倍鲜酱油 一倍洋葱 少许盐 调成番茄碗汁 倒入煮到五成熟的面条里拌匀 铺在用白菜丝垫底的深盘中 撒大蒜末备用 第二 两倍面粉 用一倍热油 泼成油酥 500克面粉 加50克油 200克清水 合成面团 按照6比4的比例 包入油酥 卷起 擀成面片 盖在面条上 刷一层鸡蛋液 放入烤箱 烤上10分钟即可 除此之外 我们还在用番茄 今天还可以再学一个 哦 今天今天紧张 是番茄土豆汤 嗯 吃过了好味道的番茄居酥面 再来到清汤溜溜粉怎么样 绝对开胃爽口 好喝到没朋友 番茄土豆汤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瘦肉 土豆 鸡蛋 番茄 大蒜等 做法是 一番茄切块 切成肉块 切土豆块 二 放少许盐和色拉油 腌制一小会儿 三 锅内倒少许油 爆香蒜片 将土豆块下入 炒到半熟 放番茄 炒出红油后 加适量清水 当汤煮沸以后 下肉块 鸡蛋 最后用盐调味儿 出锅前撒葱花即可 经典中国香 地道十三香 有网手艺十三香 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 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点击官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得意菜